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掌握了材料 他到现在也没和他附近划清界限 也就是说他连可以改造好的子女都算不上 他走到哪儿 我们都得把他抵触改造的材料寄到哪儿 随你的便吧 什么叫随便啊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听他们说你姓牛 对 这是我们公社割委会的副主任 你姓的是哪个牛啊 牛鬼蛇神的牛 我说错了 是牛魔王的牛 你这个牛挺厉害嘛 我姓孙 孙悟空的孙 在西游记里 咱们前辈子打过一番交道 不过牛主任 你可别太牛了 我们这是在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个军区司令部下达的军事任务 你最好不要阻拦 不然的话 你这个牛主任 恐怕就再也当孟禅主任了 孟禅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赵叔 您就放心吧 我在那儿已经习惯了 就当在一场大闹剧中 演个角色 跑个龙套 闹着玩呗 孟禅 不许你说话 不是 你们怎么看哪 主任 跟他说话的那个是赵志叔的父亲 我不管他和谁说话 反正就是他不许随随便便 就和别人说话了 你们怎么不看着点啊 你嫂子今天走 忍着点 谢谢大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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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做好身体 好 做好身体 好 做好身体 好 做好身体 吴鸿鸣 你不要跟我这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告诉你 吴鸿鸣 搞阶梯斗争 那我是新人老手 这我是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冲纱过来的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服服帖帖的 你信不信 一会儿我就让你在这儿破底村啊 这 这 这个 我 给你搞臭了我 我那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友人 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知道中国最早是谁说这句话吗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 没有文化的军队 那就是愚蠢的军队 而愚蠢的军队 是不能够战胜敌人的 同样道理 没有文化的干部 那也是愚蠢的干部 而愚蠢的干部 那在人民群众中 那是没有威信的 你给我闭嘴 你说什么呢 少主席 你是这个村子知书啊 他这么胡说八道的你也不管 你还开热闹 那你的政治立场哪儿去了 六主任 他曾经是我们村上的插队执行 可现在 是归你们公社劳改队 直接监管的劳改犯 我不敢冒犯你们公社的权利 你不要跟我这儿说的啊 比唱得都好听 那行 那我现在就代表公社 我命令你 马上召开全村大会 在场的人一个都不许少 你吓唬谁呢 来 小兰 时间不走了 走吧 来 小兰呢 小兰呢 小兰 小兰 可算是赶上了 可算是没走 小兰 你看 我为了送你 还换了身新衣服 好看不 好看 那你啊 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可不要这么说 怎么还像个逃兵了 你这是去部队 是去支援西藏去了 这是好事 来 翠花 来 小兰 拿着 也没什么好东西 大娘给煮了点鸡蛋和红薯 待在路上吃 谢谢大娘啊 爸 你要多保重 好孩子 你和淑光的事 爸从今往后再也不干涉了 你们好好相爱吧 能爱多久爱多久 不许哭 你是军人的后代 得坚强 我会尝给你和妈洗信的 好 小兰姐 也尝给我洗信 姐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照顾好你娘 你放心吧 田亮 你要给爸妈经常写信 别让他们惦记 给周平带好 好 相信吗 你们回吧 走吧 有空我就会回来的 当心的 回去吧回去吧 走了走了 到了来封信啊 保重 保重 时间不早了 上车吧 你这这这这 你不能走啊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虽然你能躲到部队去 但我今天来了 起码你今天走不了 牛主任 你是可以很牛 但是不要牛得太过分了 让开 什么这过分啊 谁过分啊 我告诉你 那赵曙光私分村里的公积金 冯小兰也参与了这一犯罪行为 他必须都把交代材料留下来 那你们俩去去去 把他带进那屋里给我写材料去 牛主任 你要是再敢阻拦 我对你不客气 你要干什么 牛主任 咱别找麻烦了 牛主任 跑到和尚跑不了妙 再说赵曙光不在人吗 小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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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啊 我看到你 你看不满能 你 WATCH 宰姐 你 凡 你 我 是 你 不能 我 快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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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婦 主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主公 你自己说 你犯的是什么性质的罪 刘主任 我们分的那些钱 是从各家各户集资来的 我们集资是为了打警 只是现在 钱人打击警的条件 很不成熟 所以先把钱 退还到各家各户 这怎么就犯罪了呢 你明明知道 我这两天要过来收钱 却私自把钱给大家分了 你这不是犯罪是什么 那合着您来了 我就该二话不说 把乡亲们的血汗钱 拱手相揍 我觉得这才是犯罪 对啊 我不管 反正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你把钱收上来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的话让你吃不了兜了走 你这跟挨家或者抢 有什么区别啊 什么叫抢啊 我说两句啊 你啊要命容易 要收走我们的钱 没门是吧 不说 牛主任 那退给我们的钱 你就别要了 那都没了 怎么没了 怎么就没了 可能被耗子 都叼窝里去了吧 昨天晚上啊 那唐妹夫的二姨 从大老远跑过来 一直在我家等着呢 分的钱都还债了 没了 就是 分给我们家的钱 今天一大早 让俺哥拿到县城 办年货去了 就是 就是 快过春节了 谁家不买点年货呀 对不对 对 是 我家的钱 在巷子里锁着呢 谁要赶来抢 我打断他的狗腿 就是 牛主任 您也听到了 不是我不想执行您的指示 是这 确实收不上来 是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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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 我 我说的 我说的 我说最后那句 是谁要打伤我的腿 谁 我想自慕他 大家都吓我 但是你不能动手 不能给你哥热麻烦 这个村子还需要你哥呢 赵手光 你听见没有 听到了 谁说的 我是一直在这儿 目不转睛的注意您呢 我不知道谁说的 我听可疑你听不出来啊 我一个村支书 您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我又没受过什么专门训练 我怎么听得出来啊 你看着谁了 嗯 那我将给他干什么呢 要打折我的腿 这可是一句狠话呀 这是怀着阶级愁民族汉 说出的狠话 叫你们破底村啊 妙小妖风大 吃去 说出的狠话 说出的狠话 再说出的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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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说出的狠话 怎么又说出狠话 这狠话 这狠话 这狠话你你你你 相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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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呢 这牛主任 说的不是他的本意 他是想说我们破底村 妙小香火旺 迟浅 鱼虾肥 是这意思吗 牛主任 对对对 对对 不不不不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啊 没什么文化 就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下 就只上了三年小学 要不怎么说这个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他害死人呢 打倒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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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教育路线培养出的黑苗子 这个知识倒是学了不少 连这个死猪不怕开水趟 出在哪儿他都知道 但是他思想却很反动 所以说我们定义要社会主义的草 绝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 像我这种 社会主义的草 虽然只读过三年小学 但我依然可以做成 公社各个会副主任 但这种资本主义的黑苗子 有什么用的 他能有什么用的 还是有点用的 没有我 谁给您做被批判的靶子 没有我 您就显得毫无价值了 你不要阴阳怪气的 你甭跟我说这个 那知识青年吧 你们当然得有点知识了 是不是 这点我是很佩服的 但是 世上的事就怕但是二字 我拿出来 让我记住 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记着呢 这本书叫什么 什么第六病史 是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 搜索契科夫 契科夫 甭管是谁写的啊 反正这是一本修正主义的书 那这有人看这书写了一句话 叫什么 俄国病了 那个时候的俄国病没病 咱中国人瞎操什么心呢 可是偏偏有人就要操这个心 注意了啊 我说这个有人 就是你们破底村知情当中的一个 他不在看这书 还写了一句什么 俄国病了 俄国病了 中国分明也病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凭什么救病了 中国怎么救病了 谁敢说这两句话 他不是反动透顶 刚开始我怀疑啊 是你们村知书写的 但是我们比对了 他那个工作汇报的笔记 可以断定不是他 吴宏冰 这你 你承认是你写的是吧 是 但是我们反反复复 让你写了多少遍 你这个笔记就是对不上 明明不是你写的 你非要顶这个罪 这起码说明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所以才帮他顶罪的 对不对 就算你不说 我们也知道 这个笔记 他一定是一个女人写的 吴宏冰 我代表公社阁委会 我甚至代表县阁委会 证告你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就凭这一句话 你就是不掉脑袋 你得坐一辈子的牢 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当着大家的面 把那个人是谁说出来 就算你这个 坦白从宽了 戴罪立功 我很快就可以让你恢复自由 不说是吧 没关系 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让你好好考虑 想好了再说 看着点表 来 你啊 你出号 看着点 你啊 谁出来了 别乱 你都行 。 你是啥子 我没警察 来 来 出去了 没人啊 出去了 出去了 我抓着谁了 你撞着我了 你撞着谁了 对不起 我是个瞎子啊 赵叔 这边 好 赵叔叔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吴明君 回回回回 回回回回回回 你回来 你回来 你去干啥去 我 我送送他 送什么呀你送 你这问题还没交代清楚呢 你得把这事去过 书呢 什么 什么书 诶 那书哪儿去了 啊 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温文彪 你赶紧把书给我去叫赵典里 你刚才自个儿拍出 我是义愤填膺的 你问我干什么 那他明明在那儿 他能跑哪儿去啊 哎 女主任 会不会被刚才那个 戴眼镜的瞎子给拿走了 你干什么你 小子 你干什么 我去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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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吗 是啊 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 不能等到初四初五再走 那可不行 我们家一共四口 三口人都在这儿 我不能把我妈 一个人撇在家里不管吧 是吧 多不合适 曙光哥说 春节村里要放电影 还要请说书的来说岳飞传 那我也不能留下呀 我的探亲假总共才十二天 我又是班长 没有理由我是不能抄架的 所以我哥既然不回去 那我必须得回北京 陪我父母过春节 对吧 下次探亲假 你还能来破底村吗 难说 看情况吧 天亮 在你来的前两天 已经有人跟我娘提亲了 提亲 太早了吧 在我们这儿 二十岁就是大姑娘 二十三岁再嫁不出去 就是老姑娘了 我娘一定会在我二十岁左右 就把我嫁出去 不然我会成为她的一块心病 你 你自己就不能为自己做主啊 我也没法呀 我们这儿的小伙子 没有我相中的 就只能让我娘做主 她让我嫁谁 就嫁给谁算了 天亮哥 你是喜欢我的 对吧 是真的 你没骗我 那 那你亲我一下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明天一走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到你 也准 我已经嫁了人 又有了娃 那时候我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农村的女人 只要一结婚生了娃 一年一年老得就快着呢 趁我还没老的时候 亲我一下 妈呀 天亮哥 你现在要是不亲我 我就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你亲我了 我就想让你亲我一下 好让我一辈子都能记着 在心里感觉着 等我成了别人的媳妇 就不行了 就是烧风太俗了 冲美 冲美 我已经和一个烧海姑娘了 她联爱了 那我以后 每天都祝福你们 祝福你俩 天天秀书 相亲相爱 我有我的祝福 我有我的祝福 我爱一个你们说的门 我不行了 别哭了 好 我亲你一下 我亲你一下 天亮哥 再见 Sara 我会一辈子都记住的 承白 承白 赵天亮 你刚才在干吗 我 这 春梅让我 春梅是个好孩子 你知道吗 像她这样的女孩 在我们这段农村太多了 她们原本 可以有选择自己幸福和爱情的权利 可是贫穷 封建 和其他很多原因 她们这种权利被剥夺了 天亮 你做得对 你知道吗 你给她的不仅仅是一个吻 更多的 是让她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她在你这感受到的 是最真诚 最纯洁的友情 这份友情 她会记一辈子的 我只觉得 我只是觉得 春梅不容易 哥 怎么什么事让你这么一说 都跟书本上的语言一样 好 不说春梅了 说说你跟小周 你在信上也没写清楚 周平的照片我再说吧 哥 哥 那本第六病史的书跑哪儿去了 这事得问咱爸 问咱爸 这几天麻烦你们了 没事 不用麻烦 我也没带啥来 还记得我让你们破呢 应该是 那天喝酒好家伙 可把我整得够呛 你可得来啊 好好好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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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送了 都回吧 回吧 世光他爸呀 你就把那心放得宽宽的 和北京吧 好好好 曙光没事的 他说我们的好之书 我们大伙都相信他 谢谢 大家看得起他 大家看得起他 往后啊 要是有人找茬为难他 我们就都替他顶着 好 要是有人整他呀 我们就想办法来保护他 就是 赵叔叔 你就放心吧 好好 我放心 曙光在这儿没问题 谢谢 谢谢 乡亲们 试这个链吧 是 好 乡亲们 我谢谢大家 好 再见 都回去吧 不送了啊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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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先回去吧 好好好 回去 回去吧 爸 不乱小心啊 好 有空来啊 好 都回吧 都回吧 再见 再见 大娘 你们都回去了吧 天亮 照顾好爸啊 放心吧 这儿 你怎么会找过 那儿 很厉害 你怎么会找到 你怎么会找到 我呢 你怎么会找到 我呢 你怎么会找到 那儿 你怎么会找到 你怎么会找到 我呢 太阳啊 往后啊 你可以少给我和你妈写信 但必须经常给你哥写信 至少一个月写一封 你有什么不顺心了 遇到什么烦恼了 苦闷了 都可以在信里边向你哥汇报 我和你妈给你解决不了的思想问题 你哥能做到 我相信这一点 听到了吗 听到了 这附近有人吗 一个也没有 你过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天亮 你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吧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跟我脱离了父子关系 你跟我脱离了父子关系 就等于跟你妈脱离了关系 也就等于跟这个家庭脱离了关系了 爸 你是认真的 我当然是认真的 你最好在这次回兵团之前 能留下一封 跟我脱离父子关系的生命线 那样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跟小周相爱了 你妈说啊 小周是一个很值得爱的好姑娘 而且她也特别特别地爱你 我相信你妈的感觉 爸 天亮啊 小周救过你的命 咱们赵家人 不能做对不起救命恩人的事 可是我硬要把你们拆散了 不但对不起救命恩人 而且对人家还是一种伤害 那我成什么人了 你妈是现役军人 咱们是革命军人家庭 我们对部队的积极纯洁性 是负有责任的 以后啊 咱们这个家 你们还可以偷偷地回来 在我和你妈的心里啊 你们俩都是我们的好孩子 你别说了我不想这样 我和周平只相爱不结婚 这不就行了吗 傻小子 慢慢成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爸 别哭了 走 等下来劲 知道了回去吧你 下次别落东西不要着急 放心吧 你回来 等我走 帮我走 我走 解放军同志 解放军同志 带你好 带你好 那终于把你们盾来了 打你还给你们 谢谢你啊小同志 谢谢 就为这件大衣 这两天啊它一直在这等着 我想买它的不卖 说一定能等到你们回来 人家好想好意把大爷借给你 那总不能把它给卖了吗 这不瞪来了吗 你真行 谢谢你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啊 小董事 是 谢谢的应该是饿 好了 打意还给你们了 赶快上车吧 一楼顺风啊 好好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 一楼顺风啊 好好好 你刚才哑巴了 连句谢谢都不会说 我正想说呢 不知道您给先说了吗 中国不会垮 您这是哪跟哪啊 中国不会垮 这大叔叔人呢 不知道啊 我们应该相信群众 我们应该相信党 中国什么风雨都闯过来路 中国人民 爸 你说这个奇怪的话干什么 都别对他的话认真啊 好 这回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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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和卫明给我派了封电报 叫我赶紧回去 估计给天亮也派了一封同样的电报 那啥 团里要从咱们连挑一个班 执行长期的边方巡逻任务 配备真枪实弹 他俩在电报上说 咱们班大有希望 需要全班人共同争取 这俩小子 那毕竟我也当过一班的班长 这电报不拍给我 却拍给你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班的人了嘛 谁让你放着好好的班长不当 非要去当什么马官呢 当不当班长我倒不后悔 后悔的是 没有机会摆弄真枪的 这样是给我发一杆真枪 我还不得每天擦他个时间 晚上抱着枪睡觉 那倒不是 那你啥时候走 我已经把我出搜的票了 没想到把这情况一说 我爸妈还挺高兴 支持我提前回连队呢 到了 走 我娘 我妈 不过你了 今晚 我还是觉得 去你家不太合适 啥叫合适 啥叫不合适啊 我爸妈把你当成 我姐在连队里搞的对象了 这非要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你要不去 我面子往哪搁呀 我再一次跟你郑重声明 对象 那是莫须友的事 等等 我记得这个中学语文老师 是这样教我们的 这莫须友呢 就是可能有 或者可能没有 但这首先是可能有 你看你看你看你 就你这张破嘴 在你爸妈面前胡说八道 我跟你姐 往更明白地说 那就是无中生有的事 说莫须友是想给你留点面子 那我领情 爸您既然都给面子了 那就给到底吧 我觉得 还是不去你家 别别别 你你你你你等会儿 这都到家门口了 你咋说了就走呢 行 就不论你跟我姐的那点事 就论咱俩这生死与工作占有感情 他过年的 我爸妈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你好意思不去啊 今天是大年初二 你爸妈也太会选人 咋选今天吃饭呢 这就对了 大年初二走丈人 这饭就该今儿吃 你别胡说八道 我跟你姐就是无中生有 行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好 给个面子 走吧 对了 别忘了 你叫余英 信封和邮票都备好了 哟 回来了 你说你洗个澡也不戴个帽子 冻着了怎么办呢 我怕把连帽子弄湿了 你坐下 又命令上了 说吧 又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诲啊 我跟你爸呀都商量好了 你呢给小周写封信 告诉他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他回东北的时候 不是要路过北京吗 让他到家里来 不光是这次 以后也要这样 信封邮票 妈都给你准备好了 还有啊 上次小周走的时候 当着他的面 作为父亲我那天有点失态 你烧上一句话 叫他不要往心里去 爸 你发现没有 我爸这趟陕北之行 变化很大呀 你爸说了 说这趟去陕北啊 有几个发现和感受 首先呢 是孩子们都长大了 你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再有就是 当地的老百姓虽然穷 可是人的心劲啊 没有散 依然是拥护我们的党 热爱我们的祖国 这歪风邪气 虽说是横行霸道 可毕竟邪不压正 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的太啰嗦了 总之一句话 动荡和挫折是暂时的 希望和光明是永远的 中国没有病 永远也不会病 绚与的青春之家 画出人生的层蝶波澜 一代人的追忆 当地难以平静的心田 难忘那苍茫岁月 永远也会